今次來到珠海的賽車場 欣賞一個就是《迷你亞洲挑戰賽》的賽事 歡迎大家收看《迷你亞洲挑戰賽》 2019年第二站賽事 三四回合的比賽 比賽地點在珠海的國際賽車場 為大家平述有我陳尚來 還有張凱玲 嗨 大家好 我是張凱玲 非常開心和陳尚來 一起解說這場比賽 這場比賽也是全年第二站的賽事 而這場比賽將會是第一回合的賽事 這場比賽和上一場相比之下 天氣似乎更加滿熱 是的 外面三十幾度 路面溫度高達四十幾度 甚至五十度 所以對輪胎的磨損來說 有很大的挑戰 車手要養輪胎 因為進行十個圈的比賽 所以非常之要留意 現在熱身圈開始 這一圈亦都被稱為編對圈 這一圈給車手有最後的機會 對輪胎、煞車等等的機械部件 進行一個熱身 特別就是輪胎 因為現在這些光頭輪胎 基本上 輪胎面溫度要將近一百度左右 才會溶化 然後才會產生一個最大的咬力 所以這一圈的熱身圈 對於車手來說真的非常之重要 輪胎方面 大會只提供六條輪胎給車手 包括試車、比賽 你自己搞定 另外如果自己是下雨的話 自己買四條水胎 應付這場比賽 所以在練習賽 再到排位賽 再到兩回合的正賽來說 怎樣分配輪胎 其實真是一個學問 如果你說練習賽 迫太緊 又說鎖胎之類的話 其實輪胎磨損就會變得非常之重要 你變成後面的比賽 在輪胎方面 其實會變得非常之緊張 現在見到即分榜的情況 暫時來說 林哲現在是54分 排向第一 上兩回合全部都是獲冠軍 再加上排位賽排頭位起步的3分 再加上正賽最快圈速的1分 所以一共有54分 而郭海生排在第二位置 後面還有一位就是李曼琪 由於今場比賽撞了他在日本參賽 所以沒有來參加這場賽事 這場賽事可以說是名將如雲 例如剛才來哥提到的郭海生 其實可以說是珠海土生土長的車手 之前在珠海大概是九十年代尾的時候 這裡進行的1.6的房車賽比賽 他一年可以贏十場那麼多 以及獲得CTCC中國房車禁標賽 兩屆年度的冠軍 可以說是一位老將來的 現在也是中氣聯方面官方指定的教官來的 沒錯 可以說是本土出名的車手 他獲得兩年的冠軍 分別是2006和2008 CTCC最高組別的冠軍 認真厲害了 今年他也會參加全年度 Mini亞洲挑戰賽賽賽事 老實說 上一站他和李曼琪 鬥得非常之精彩 好可惜兩人鬥得 結果被林芷獲得冠軍 上一場郭海生和李曼琪之間的爭鬥 可以說是被傳為佳話 很多人都說是兩位老師傅之間的對決 當然李曼琪也在澳門賽車東望陽比賽中 曾經代表中國的華人車手 站上頒獎台 認真厲害 排位方面 排頭位就是發鬥時尚車隊的林哲 排第二位置是22號的何子健 排第三位置林巨培 第四位置郭海生 第五位置賴智豪 第六位置方偉成 而新圈已經進行尾聲 林哲上一場比賽 一直都展現出很好的圈速 這場也是排頭位起步 1分54秒008的時間 但這場面對的對手明顯是快很多 後面就是蔣旗官揮動六旗 比賽即將要開始 林哲比排第二位置的何子健 試車時間快了0.28幾秒 可以說得有一段距離 所以林哲在這場比賽 如果順利帶頭的話 又養得著這個輪胎 很大機會拿冠軍 起步的時候 何子健的起步有少許問題 墮後了 反而林哲第一時間彈出 而第三位置的何巨培 因為他說他不太習慣這輛車 所以他起步的時候也不太拚命 果然如他所料 他只是跟著前面的車 見到何子健 現在跌到對面的位置 何子健上星期還在F4的 中國錦標賽中 獲得第三回合的冠軍 但這場看上去 一開始的車是完全不動的 可能起步方面的操作有些問題 現在帶頭的 現在是白色車的林哲 反鬥車序 現在通過4號的位置 接著來到6號 6號是一個很高速的右手的彎曲 車手都說 其實在這裏可以全油門通過 可以見到這架 Mini Challenge的賽車 底盤方面的確非常之好 來到7號 這邊可以說是爭鬥得非常非常激烈 見到6號的林哲 現在暫時跌到第2位 27號的林鋒培 現在升上去第1位的位置 面後見到就是郭海生 似乎位置方面也有所提升 林鋒培雖然第一次開 One Mink Race 和Mini Challenge 但仍然表現相當之好 他自己就很欠 就說我第一次差 不會這麼拚命 但想不到他起步的時候 反而很順利 就過到這個 發鬥時尚車隊的臨戰 接著就來到這個11號的位置 所有Mini Challenge的賽車 機械結構完全是一樣的 它都是2.0T 的人型 最大的動力輸出 大概是250匹左右 底盤方面 車手都說 其實是一副很好適應的底盤 暫時來說 我們看到林哲還是跌到第2位 林鋒培就向第1位的位置 跟著 就應該來自 Adidas 車隊方面的郭海生 現在就是排在第3位 講對賽車場最熟悉 一定是排第3位白色車的郭海生 就是Adidas 車隊的 那他在這個賽車場 可以說 就由開賽 就鬥到現在 好了 看回前面爭列的位置 林哲抽出來 內彎位有沒有機會 又不夠時間 因為 大家是1M race 大家的車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你只能夠 吃著前面的車的氣流 鬥隔離 越遲隔離的時候 但是越遲隔離 有機會出彎的速度就不夠 出彎速度不夠 就反而被對方超車 所以這個時間要拿捏得非常之好 還有要對車輪 也要保養得好 如果太Laybrake的話 對車輪的磨損也會加強 其實剛剛林哲也挺Laybrake的 見他Laybrake的 其實車輪有點擺動 這樣會令到他幾條輪胎 可能會有過熱的情況 所以見到郭海生就很聰明了 你們前面慢慢撐住 嘩 在這邊就見到7號彎的位置 林哲又是太Laybrake了 這輛車也是很滑的 但最終是過不了 如果這樣的話 我有一點擔心 林哲的輪胎使用情況 是啊 因為林哲這麼薄的話 對輪胎的磨損一定會增強 比賽的時候 到後期就會出現問題 現在可能你過頭的時候 到後來也會有機會被人過頭 其實林哲嚇得這麼賣的話 前車譬如說 尾氣很熱的氣浪 其實對於他的輪胎的管理等等 各方面其實都不是一件好事 看見11號應該是方偉誠 方偉誠來自TTR車隊 方偉誠看上去 暫時的位置應該是排在最後 他們和賴志豪之間 之前在時間方面也是非常接近 沒錯 方偉誠已經46歲了 來自TTR車隊 但本身他是龍華汽車集團的領導人 他之前也參加過寶柏亞洲GT系列賽 GT4組別的比賽 當然GT的比賽 全部都是後輪車 尾輪車就是後輪驅動 所以開發方面 其實跟這些前輪驅動的賽車 有少許不同 頭輪又要負責牽引力的驅動 又要負責駕駛的時候 要負擔比較多的一些煞車的力度 再加上又要轉彎 所以頭輪的損耗會非常之快 Mini的賽車 亦都是在六七十年代開始 領導了前輪大動的賽車的潮流 在澳門大賽車來說 在六七十年代 其實很多迷你的賽車參加 也都贏過幾屆的冠軍 可以說得 就是在六七十年代 Mini 就是橫掃了 剩下的賽車坦 以這麼小CC 當時就是1275 1275CC的賽車 仍然帶出這麼大的馬力 可以說得很少見 其實現在的Mini 型號方面 去到F56 其實來哥 我記得1995年 最後一屆的珠海街道賽 當時也是Mini的賽車出現 這邊十一號的車手 方偉城的賽車 就入了PIT裡面 看起來 其實應該機械方面有少少問題 這邊就臨時 一直就是排在第一位的林居培 但總是過不了 始終一組比賽 大家的性能差不多 如果你圈足只快半秒 對方出錯 想過是一件很難的事 沒錯 尤其是現在暫時帶頭位的車手 他有經驗 又看 鎖死了 少少鎖死了 然後肯定過了 看看下一個彎 會不會又洩給對方 沒事 接著 林姿仍然在前面過頭了 林姿相當之薄 都知道 11號彎是一個好機會 他這壞不單止 甚至乎 他賽車其實並沒有明顯的推頭 他佔了APEX之後 變了林居培 沒有辦法正常 只能讓他出來 無論如何 林姿就升上去第一位的位置 說他很有機會 這一回合的比賽都贏了 今年前三個回合 有機會林姿全部贏了 但是到最後 郭海生就沒有你的武器了 在後面一直等機會 因為林居培和林姿這樣鬥快 如果一個就是沉著氣的話 在那兩個人可能有機會發生意外 那變了排第三位置 郭海生21號的Adidas車隊的郭海生 就有機會過頭 現在又有 就是林居培和林姿 有機會再爭 白色車就是林居培 黑色車就是林姿 至於林姿現在製造出全場最快 拳衝1分54秒065 這個拳衝和他排位最終的1分54秒08 已經是非常接近了 林姿這場比賽真是夠薄命 不過要記住 這場比賽跑了10個圈 所以輪胎的使用方面 跟排位賽始終是有所不同的 好了現在看到仍然在 林姿在前面頂先 一路後面就是第二位 還有第三位分別就是林居培和郭海生 在最快的圈速方面 其實暫時郭海生的圈速是快過排位第二位的林居培 林居培是一分55秒002 但郭海生是一分54秒087 所以我們看到郭海生現在開始發力了 因為之前有機會郭海生 想著你們前面兩個慢慢鬥 我坐山觀虎鬥 但現在既然林姿爬到頭的話 但郭海生想著好成績 就真的要靠自己去超車才行 現在郭海生就一路慢慢追近 前面同樣白色車的林居培 最近的時候一定要追到 差不多接近一個車的距離 才會產生氣體獨力 才能夠造成真空抽頭出來過車 所以這個距離又要一段時間去儲 講開這個比賽就叫做Mini Challenge 比賽就起源於英國 有整十六年歷史的一個one mic 也就是單一品牌車型的比賽 舉辦地方就是橫跨歐亞 以及美洲等等的地區 是以這個Mini F56的車型作為基礎去打造 有255匹撥片的波箱 除此之外賽車再加上車手重量 就是1160公斤 以及經過JCW的精心打造之後 很多人都說 其實這輛車是很容易駕駛的 沒錯 由於它那一套波箱系統 有一套保護系統 它不會說一轉波的時候 就強行轉到馬上 好像那些直打波箱那麼快 所以即使有時候 例如你有六波拖落三波 直路尾的時候 它有少許的時間保護 就等你有一段時間適應 如果鬥開正式賽車的車手 立到這輛賽車 就要有少許時間適應 令到自己知道 有少許的時間就差了些 如果你想給多一點engined brake 其實這個波箱有時 就不可以像你自己所想的 就是用一個高轉的engined brake 拖慢的車 因為就是剛才來哥說的 這輛車的波箱 是有少許保護的模式在這裡 這位就是賴志豪 其實賴志豪 其實賴志豪 不單是一位挺出色的車手 以及也是這個比賽的主辦方 就是這個比賽 是它引入到中國地區 沒錯 它就是心通集團 心通集團 心通集團 2013年成立 2017年9月17日 引進了這個迷你亞洲挑戰賽 他們公司就扮演汽車進口 零部件等等 總部在香港 但是整個市場 就是亞洲市場 賴志豪 本身就是中國香港人 他就說 其實對於左軚的車 他有少許不習慣 他更加升級 就是日本的mini challenge 的右軚的車 其實左右軚 當然對於浩子宮許生 他們認為沒有什麼區別 但如果駕駛不習慣的話 視線、裸位和整個重心的感覺 是有少許影響你的駕駛感覺的 還有這一批的mini的左軚車 就是全球第一批的左軚的mini賽車 其他世界各地 鬥mini challenge 都是用右軚賽車的 所以這一批是特別訂組 給中國車手參加的 當然由於是左軚 所以對於中國內地的車手 而譬如說郭海生 譬如說何子健等等 就是林哲 相對來說 就是容易適應一點 我們看到第一位的林哲 其實暫時就不可以 剛才那一圈的軚租 其實他慢過後面的郭海生 和林巨培 其實我有少許懷疑 會不會林哲 到這個時候 輪胎有少許過激 我也擔心 因為他前面那一段 要過林巨培那一陣 用得輪胎太厲害 以及幾次見到 就是他磨的輪胎 磨得出白煙 車有少許擺 對輪胎的磨損 一定會有影響 還有有沒有出現 flashboard 就是有少許 整塊皮沒有了 也造成輪胎 轉動的時候 就不會非常順滑 也對車的影響有 是的 你說的這件事 我們通常叫做平板 就是輪胎 從最精細的角度來看 會有少許不夠圓 高速走的情況下 動態是會震的 會影響車手的表現 其實現在比賽 還有成五圈那麼多 今天的溫度就是非常之高 氣溫大概是近三十六度左右 賽道路面溫度 這個時候算好的 到下午肯定是過四十度的 所以還有五圈的比賽 對於林哲來說 如何保護這輪胎 可能就是他現在最需要想的事 這個輪胎就是街頭十七吋的車輪 比上次闊了少許 即是比去年闊了少許 車手來說 現在經過一天的練車之後 其實都習慣了 講到這個mini challenge 其實他們玩法有很多 有些人自己買了一部車 但是買車不代表你可以碰車 所有的改裝 全部由機械師來決定 那你只是拿著數據 告訴機械師你要改些什麼 比如說鼻震 比如說blaking 那些setup的時候 就要看 好了這裡又來了 那麼林居培 就想挑戰前面的就是林居培 但林居培就是守著一條線 變成就是頂著林居培 郭海生四號彎出彎更加快 現在就是殺到來了 在六號彎位置串右門過 郭海生的線兩位有少許窄的 所以郭海生的車也有少許窄 來到7號彎位置 對於郭海生來說 就是過林居培的最好時機 但是還未夠近 最終位置方面 還是跟之前一樣 但的確 剛才這段路車手勢就是這樣 我跟來跟 一有機會的話 我一定是不會放棄的 而且他們都不會亂碰撞 不會硬來 因為知道 只要你在賽車場上 你就有機會贏 這就是以前 阿蘭波斯 寶魯斯的前一級 方圓式世界冠軍 說 贏一定要在賽車場上 你一出去 就永遠都沒有機會贏 沒錯 所以寶魯斯被稱為 就是這個車壇博士 和閃娜 其實真的是兩種思維 兩種風格的握法 對 所以下大雨的時候 寶魯斯一覺得危險 就會退出 閃娜年輕的時候 下大雨就對了 我拼命的時間 剛剛才看到 郭海生6號彎 本來正常可以傳人沒過 但因為外線被人封住 其實郭海生去到 6號彎的APEX 就是玩心的位置 兩位有少許收 因為避免賽車 慢一動一動的時候 有機會跟外彎的車手 哇 這邊林巨培 出了草地 14號彎太快 但他很有經驗 完全沒有收藥 踩著 踩著頭輪 可以帶著車走 其實如果你是下重鎖 他玩的賽車有機會失控 對 一下鎖鎖的時候 就會掉頭 一掉頭就不用玩了 所以林巨培也很有經驗 雖然年輕 但是仍然很有經驗 進行這個比賽 林巨培就是2005年 開始參加賽車的賽事 近年來中國香港 上升勢頭很快的車手 在HKA 香港房車禁業賽 100周年紀念杯裡面 他拿過2000cc組別的 房車賽的貴冠 也參加過 包括武門賽車等等的賽事 可以說得一位 就是新進的中國香港車手 看著前面 仍然是林哲 福建CE Racing的創始人 現在就憑第三位的郭海生 沒那麼輕鬆 看著前面 因為後面的何子健 慢慢追上來了 講到年輕 何子健這些就是新一代的 年輕的車手 他爸爸何偉 是一位越野派的車手 但何子健自己喜歡場地賽 近年一直是參加很多方程式的賽事 包括F4 講狀態、講年紀各個方面 其實何子健 正是當打之年 沒錯 他還在2017年 剛剛獲得F4的年度總冠軍 前一陣子仍然有參加F4的比賽 上星期在上海舉行的F4的比賽 第三回合他更加是前聖一中的攻守 最終贏到冠軍 但他都說對於房車有少少要適應 因為方程式始終很輕 又有彈科、下壓力等等 其實房車明顯從不到 所以駕駛方面的確有不同 而且前輪驅動 還有他也是今年第一次嘗試 就是參加Mini的亞洲挑戰賽 所以他都說他在學習階段 盡量試一下 以及試一下不同品牌不同的形式的賽者 增加自己的經驗 因為他爸爸就是越野賽 他自己又開放正式 現在又開房車 各樣都試一下 各樣都試一下 其實對一個車手的成長 其實很有好處 在這邊就看到林俊培 又跟著林哲 林哲其實出2號彎 又守著中間條慢線 很明顯是一個售車的線路 來到4號彎的位置 林哲開始擺中間 看到對方不夠接近之後 很聰明 回到右邊最美的Racing Line 這邊郭海生也是加快接受 因為到後鏡已經看到 何志健追近賣力 所以一定是不可以放鬆的了 而頭四部車 相差的距離只是零點幾秒 可以說前面做錯一點點 對手都有機會過頭 所以這段時間 大家都要非常小心 以及駕駛得很穩健 但對輪胎方面的要求 也要求很高 而這邊到9號彎之前 看到林俊培 復書 哇 殺到過來 9號彎兩個人都 究竟什麼情況 林哲殺到輪胎出現 鎖死了 最終林俊培成功過了林哲 尚先到第一位的位置 這兩位車手鬥得精彩 但感動影響圈速影響時間 所以看到郭海生又載到殺到過來 沒錯 白色車就是郭海生 Adidas車隊 抽出來又沒有機會 不過這個似乎是外彎位 現在林哲又想內彎過頭 但你按的位置一路滑過去 在後面郭海生 正在找機會 看看你們倆鬥成怎樣 這邊來到14號彎之前 林哲掌都正在找機會 14號彎 全場最快的 是一個超車的好地方 看到林哲略收一收 這裡入彎速度很重要 決定就是出彎的速度 看到前面的林俊培 出彎的時候 就有一點點飄 不知道是輪胎的問題 還是他用的車用得太盡 所以這個時間 林哲就打算找機會 你們來到1號彎的位置 郭海生 知道林哲的身後 所以林哲在這個時候 又要追 又要留意 就是身後這隻 Adidas車隊方面的 郭海生的進攻 何子健也殺到過來 這場比賽 就是去年到現在 我看過這麼多 一場mini challenge 的比賽裡面 其實我認為最精彩 是這一場 暫時比賽 就去到最後一圈 誰先過重點戰 現在真的很難猜 不能猜 因為現在大家的輪胎 都磨損差不多 如果說磨損的程度 來講 林哲是磨損得最高 講經驗 一定是郭海生 後面就虎視眈眈了 問題是 現在林俊培 可不可以保持前面的穩陣 以及能夠保持著 跟林哲的距離 基本上林哲其實 林俊培的機會是最大的 現在比賽還剩下 大概半圈左右 又來到九號彎的位置 剛剛在這裡 林哲和林俊培之間 展開了激烈的爭鬥 差點是車身貼上車身 暫時林俊培的節奏方面不錯 林哲似圈足方面上不到 有機會是輪胎磨損方面的問題 剛才林俊培在直路的時候 曾經上過草地 仍然沒有影響過 其實上草地 多少會貼了些泥 貼了些沙上來 對輪胎就沒有那麼好處 那邊郭海生 入十一號彎的時候 亦都是守住中間條線路 很明顯要守身後的何止見 因為守得住的話 第三名都可以站到板上台 站上椅子的 剩下最後一個環角 就看林俊培 守不守得住 準備要衝線了 十四號彎 林俊培 三馬虛 車身很穩定 正常可以出道彎 沒問題 林俊培第一個衝過中間線 在這場比賽最終得到冠軍 林哲第二 郭海生第三 何止見第四 林哲在今年手上敗職 因為頭兩個回合都贏冠軍 今次來到這場比賽 結果就輸了給林俊培 林俊培第一次參加 Mini One Week Base 也獲得冠軍 可以說是相當好 我覺得他是一位很有衝勁的車手 在後面一直臨著 究竟甚麼機會可以過到林哲 還有有衝勁沒有用 有頭腦才行 對 因為One Week Base 一定要很有頭腦 你要等 等到對方出現了少少機會 或少少錯誤給你 就有機會過頭 而林哲這次 很多時對輪胎的磨損 所以造成林俊培有機會超車 最終來自OXD車隊的27號車手 林俊培就是人島冠軍 至於第三名就是郭海生 雖然上兩場拿亞軍 這一場拿貴軍 但起碼都可以站上頒獎台 還有對於全年的積分 都是非常之有好處 始終是拿到第三 至於第四名 就是22號車的何止見 屬於機械C不基本車隊 拿到第四名 因為前面郭海生經驗老到 你的過頭真的非常之困難 何止見本來排第二位起步 但是起步方面有失誤 如果起步方面沒有失誤的話 我想就不是三個人鬥了 就真的何止見會加入到 整個戰團當中 沒錯 也要事後問回何止見 為何起步的時候出現問題 其實起步的時候 看到車子完全沒有動 一起步之後 就退到最後尾 然後慢慢追上第四位 合入了M檔 因為如果你是鬆離合 鬆得不漂亮 它的車起碼是動一動 只不過是動得不漂亮 因為這個轉檔 也是一個新的設計 它現在這個轉檔 不是用線的 是用一個紅外線 即是無線的操作來控制 如果你不是很習慣 轉檔的位置 其實好像一個玩遊戲機 按來按去按來按去 就是它踏在盤上 如果真的不習慣 可能是進不了檔 好了 其實就看到車手 已經回到維修區 前面這一部 就是Adidas車隊方面的郭海生 這場比賽就拿到第三名 本來都有少許機會 有機會殺到前兩名的位置 但始終前兩位的車手 真的夠快 是的 郭海生打算撿雞 白色車是21號的Adidas車隊 但是撿不到雞 結果冠軍仍然是林巨培 OXD車隊的 而亞軍就是發鬥時尚車隊的林哲 見到林巨培都上去和林哲勇一下 其實這些就很重要 聲聲相識 以及比賽中的檢鬥也好 你看到車手之間 是沒有說有撞車的情況出現 好看 恐怖的 非常有眼神啊 非常貼心 讓我們去採訪一下 最早的鑽紙 收到很快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迷你亚洲挑战赛 颁奖典礼马上进行了 得到冠军的就是OXD车队的林巨培 来自中国香港的车手 第一次参加迷你亚洲挑战赛 就获得了冠军 而亚军就是林哲 第三名就是亚迪达斯车队的郭海生 原来亚军的就是法斗时尚车队的林哲 一个法国品牌 上两个回合他也是得到冠军 今次终于拿回亚军位置 而第三名就是亚迪达斯车队的郭海生 一位正式的珠海本土的车手 经历丰富 由93年就开始斗赛车 还得过2006和2008 就是CTCC最高组别的冠军 恭喜三位车手 就是冠军的OXD车队的林巨培 来自中国香港车手 亚军就是法斗时尚车队的林哲 而得过第三名就是亚迪达斯车队的郭海生 而第四名就是基艾斯不基本车队的何子健 第五名就是一基金车队的赖志豪 而得过第六名就是TTR车队的方卫成 最后一次恭喜三位车手 比赛完颁奖之后 当然例牌就是香檳慶祝 三位车手都算是规矩 没有一开始的时候就打对方 拿着香檳进行庆祝 顺便也拿着香檳 拿来大家喝杯 互相敬重 希望下回合斗得更加精彩